南投高商连续五年获得服务教育凯模奖的殊荣 校长何景彪表示 学校推动一班一志工 一社团一志工的口号 认为学生的成就除了成绩之外 人品教育更重要 越南去做志工服务 那也获得我们越南方面的肯定 在越南从事志工有多年经验的南投高商张清轩老师 在学校积极推动学生投入志愿服务的工作 甚至有学生利用社群网站 号召社区民众募集物资 把台湾同胞的爱心带到越南 学生们也表达了投入志工的心情 社团有出去就是去社区帮忙募发票 还有扫就是扫地 那个歌舞表演啊 然后还有帮那些阿公阿嬷按摩 然后也会陪他们聊天 然后还有那个优奖真达 那我们的孩子呢 就在心前都会做好规划 然后带着满满的爱心 那这几年呢 我们的孩子甚至会在社群里面 号召社区的民众募集物资 把我们台湾同胞的爱心 一起带过去给越南的小朋友 跟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县议员曾正言肯定南投高商学生 热心公益又有礼貌 显见何景彪校长的用心 杰老师认真培养学生 热心公益的爱心 我们这个校长很用心 不过说一周五年 有这么多年代五年服务开模 一个设计一个服务 校长不但是帮助他这些学生 真的热心公益 年代五年 对一百孔二年开始 年代五年 都拿到服务奖 南投高商的志工服务 除了国内还远赴越南协助落后的地区 透过志愿服务的活动 开拓学生的事业 也展现爱心五国界的精神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